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X6P遥控器PRO版本的如何设置一通跟二通混控 首先,我们大家就是看开机之后它的正常状态就是一通 一通正常,二通正常,都是独立的,一通二通都是独立的 我们现在把它设成混控模式 关机,首先把手轮扣机打到最前,这个打到最前,这个也打到最前 然后,开机,等到它闪烁,好,闪烁之后,松开手,按一下第三通道 然后,它变成蓝灯闪烁 这个时候,我们把扣机向前向后扣一下,它就会变成红灯闪烁 这个是进入混控模式 好,那,然后我们再把,我们先讲这个一二通混控,再讲五六通 然后按一下确认 这样的时候,你的一通 你的一通二通都在联动 二通也是联动的 四个面板,可以设置对应的每一个的独立的这个,就是可以设置每一个独立的这个中立点 这个也可以设置一边的形成,把这边设的小,这边设的大 一通就是一通,二通就是二通 它两边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设置二通的 形成,每一个都是独立设置 你要把二通设的最小 你看,我现在动一通,二通就不动了 可以把它设的最大,就是当你差速不平均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设好 就是说可以设置独立的一通二通的这个 每一单边的中立点都可以设置 那这个设置这边的就是 电机有时候不平呢,还可以帮你磨好 这就是可以设置一二通的独立分控 然后,我们就设置完了